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选手他的表现力也非常强 而且他有很高的个人能力 所以他的跳跃动作非常有高难度 看他今天的发挥吧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 一上来他的音乐融入感特别强 身体的游刃度啊这些等等的 一上来给大家已经感觉到 他已经进去这个音乐了 是的 这是一个勾手三周跳 非常难的跳完成了 对于音乐员来说 这么快的融入音乐也是一种能力 需要锻炼 确实他刚才完成了一个后外三周跳 完成得非常漂亮 他可能现在能改变了 今天那个刚才那位环国选手带来的这种 希望他能有好的发挥 也给反国队呢 能够在这次征战亚洲环元滑冰锦标赛呢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前三个跳完成都非常好 希望他能在后半段继续这样 两周半跳 能看出来他的跳动非常紧凑 跳的高度倒不是很高 但是很快速能把体力的身体给转回来 也是因为选手很年轻 身材非常娇小 这位选手呢今年才14岁 很灵活 很灵活 你看从他跟音乐的配合 哇 转得非常漂亮 这套服装准备的也是不错 很有设计感我觉得 你看从他的姿态啊表情啊 这一块呢 一个来讲的话 很自信 而且目前为止 他所有操约都完成得非常好 是的 其实做运动员就知道 有的时候这种滑一套节目 是跟着感觉走的 越滑越好 越滑越差 随着音乐的转换 和我们的运动员的情绪 也在不断地调整 我觉得这位选手 他在动作的这个完成的质量方面呢 非常高 对 他动作不仅质量高 他难度还在那边 包括除了跳跃以外 他的旋转 他的旋转的姿势的变化 还有他的步伐 我觉得这位选手非常全面 包括你看 一般选手 比较小的选手 他们都不太注重表演 他们的表情 这个选手甚至于到细节 到眼神都注意了 我觉得他以后 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手 很有天分 我们从现场就能感受到 这位选手 他所的整体的表现 给我们带来的感染力 他也相信呢 再会儿的这个评分 如无意外的话 应该会获得 分数也会比较高 对 因为杀户到 这次决赛的选手来说呢 每一个呢 都应该说 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而对于最后的比拼 就比的是心态加实力了 对 好 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棒 非常的流利 真的是 他今天的发挥 真的是算完美了 所有跳都完成 而且每个步法旋转 每个细节都注意到了 单单给这么高的评价 我们来看看评委 最后会给这位选手 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呢 我也相信 一定不会让我们的 韩国朋友啊 不会失望的 应该是 排名第一位 我们看到他和二三位之间 选手的这个分差 拉的还是比较大的 对 这个分数我想 他也是非常满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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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